各位午安晚安,圆圆说故事 今天要跟各位小圆仔说的故事是 方便的闪 传说故事后有个木匠名叫鲁班 他的手艺精巧绝伦 没有作品出现,便升得众人的赞叹 在一个烈日当空,只能当的午后 鲁班师娘在一旁做女红,陪鲁班师傅工作 偶然抬头望向门外冲冲走过的人们 他难过的说 哎,太阳这么大,人们却得忍受他的曝晒 下起大雨时,各个被林的浑身湿漉漉 难道没有法子来避免日晒与林吃苦吗 他看了看鲁班师傅,接着又说 人人都夸你手艺好,怎么不想个办法呢 鲁班觉得妻子说的很有道理 便招来徒弟们一起商讨 最后决定在路上每隔十里就找一座亭子 功能歇脚 等工作完俊 鲁班师傅颇自豪的在师娘面前说道 时里一个亭,又遮阳又当雨 外出的人可以免受日晒与林了吧 然而,师娘却摇摇头说 先脚休息还可以啦 但是出门的人怎能老待在亭子里呢 那么该怎么做呢 时里一个亭你不满意 难不成要一步一个亭啊 鲁班师傅莫可奈何的道理 一步一个亭 嗯,这是个好主意 如果你做不成 那么让我自己动手吧 师娘兴致勃勃的说 鲁班师娘仔细研究过亭子后 便用竹子开始编扎成一个小亭子模样的骨架 并在骨干上做了点小鸡瓜 让他可以收张制炉 最后在支架上贴上防水的油纸 一把闪就完成了 师娘将作品呈现在鲁班师傅的面前 得意的说 你瞧,这岂不是一步一个亭 鲁班一看,真是至叹不如呢 从此以后,人们有了闪 再也不怕娇羊和待遇了 这全都得感谢鲁班师娘 灵魏的巧手呢 好了,故事到此 一告一段落 喜欢圆圆说故事 请订阅我 我们下次再见